遇到安裝冷氣詐騙 我們尋找這個自稱是冷氣工人給的名片上的地址 實際到這個公司行號來看 但現場就是一般的名家 連個招牌也沒有 而且他所屬的這個樓層 因為太多人來討錢了 甚至門鈴被按到燒焦 我們也按了電鈴 但等20分鐘 沒人回應 冷氣師傅收客人訂金 就人間蒸發 從去年開始陸續有人上門找他 大概前幾天而已 就一對情侶 不過他疑似不是獨自犯案 畫面中留平頭就是名片上的陳姓男子 臉書私訊被害人的也是他 但顧家當天沒現身 反而是由另一名男性友人負責 並留下LINE聯絡付款事宜 同樣被列為共犯 被害人說之所以會相信 是因為眾多業者中 只有他們最熱心情切 詢問其他冷氣業者的確有些會預先收訂金 但少數會白紙黑字記錄 買賣雙方都要特別注意 在我們這夏天的施工裡面 不管是對我們或者是對客戶 他其實都是希望在盡快的時間之內趕快處理好 那所以對於一些文件上的琐事 可能就會盡量去省略簡化的這樣子 警方目前掌握陳姓男子身份 但他連做筆錄也放鴿子 不排除預謀犯案甚至還有共犯 還要繼續追查 民眾是要吹冷氣 不是被騙錢受氣 TVBS新聞財民宣理捷 吳云亞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